我的回忆录不能说的秘密第十一片 人的一生感情就像体操表演一样 落了地才算完美 网络的虚幻世界让我看不透也摸不着 除了每天演出 就是到同志公园听明媛们起诉他们的故事 公园里最吸引人的是娜娜 她白天就是女装 很少有人认出她是男性 此刻莫妮卡也劝我反串演出吧 这样收入会高一些 好奇的我也鼓起勇气 到太原服装城买了紫罗兰遮盖双裙子 高跟鞋丝袜 被自己扮成一个代价的少女 果然去查做唱歌收入翻了一倍 晚上回去 有的出租车总是免费送我回家 我不知道他们是好奇的心理 还是把我当成了歌厅里的小姐 还主动的让我传呼号码 也许是想和我交朋友吧 我的反方表演也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可以出人头地的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议论我 只要光明正大的赚钱深从 背后的谣言也无所谓 很感谢我的粉丝们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回忆录 不能说的秘密第十一篇 我的翻唱表演也就此开始了 我会说的秘密第十一篇